我觉得 修行人 应该脑筋要清楚 不能够混 很多东西在一起乱讲一通 或乱打一通 或者是时空 乱串一通 然后乱讲 把他乱串以后乱讲 那就失真 是不是 失真的后面就出问题 是不是这样 就真的是这样 简单的做法就简单做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你非要去硬拗 那当然 这年头也没什么 拗不出来 你只要拗 好像都可以拗得过去 但是真理只有一个 对不对 要么就是对 要么就是错 你不能够还要那样耍性格 害了你自己 也害了别人 所以修行的路 随时都是我们 要 战战兢兢的经营下去 而不是随随便便 在圣凡双修里 圣进 先别说那么早 凡尘中 你的落实地子归 渐渐的精华版 精华版 精华版 才有圣进可验 圣的圣 连日常生活中都还没有 你何来就圣 没那么回事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休息难不难 看你的见解 对不对 见解不对 修一百年也没有 所以为什么每个礼拜 我都跟你 嘘寒问暖 希望你可以多少听进 一二百百千 不是听进一二 是不是 听进的完整篇 如此地去实践 在你的生活中 你才会看到 生命的光辉 随着你的实修实练 提升提升提升 你也不要把这个修行 跟你的日常生活拉得太远 其实跟你日常生活 没息息相关 你修得好 你心里舒服了 你正常 你修不好 红尘扰心 心里不舒服 你就是魔鬼 就这么简单 所以 是天使还是魔鬼 看你自己 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 要赶快的 明察秋毫的 弄清楚 搞明白 对错之间 自己选择了 就好好的去做 差一点 差很多 是不是 所以修行里面 有很多的误区 很多的 这个 埋进去的因子 在红尘里 随时都不好 踏学道就 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